我是主持林某某 歡迎你收看今天的台語講小事 在在某某的旁邊 一樣是我們的好朋友 李鑽俏 台語文教基金會進行中 鄧峰輝 阿輝老師你好 某某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平安不歡樂 是 阿輝老師 我們今天一樣 跟上輝一樣 我們先來講 我們這輝要講的題目 才來看這個新聞 阿輝老師 我們這輝要講 哇 這真的困難 大塑古 這些大塑古 現在已經影響到我們生活很多 是啊 是啊 譬如說 阿輝老師 你的生活當中 有大塑古的出現嗎 對 之前無法了解什麼大塑古 不過最近在上網的時候 不管在電腦還是手機 尤其特別好像是手機比較嚴重就是 看一個什麼網頁 他就會跳出 之前我們在社區 在家的一些關鍵書 或是說我們有買什麼東西 他就會把那個東西 上官的工庫 上官的吉他 上品的工庫 都一直把你造出來 對 這就是大塑古厲害的地方 我之前也是在我的面子上面 我好像放一張箱而已 我在當那個吉他 結果馬上他就煞說 要學吉他嗎 這個工庫就來了 這就是大塑古厲害的地方 所以說我們一開始呢 我們來聽某某開的 一個小時的時間 跟大家來解釋一下 到底什麼是大塑古 現在就來看這個 講給你知道嗎 小書爸爸看某某 講給你知道 我今天要講這個 真正要專業來講 做大塑古 但是我們來簡單來講一下 希望大家聽完 以後 你如果有幸福 我們來聽新聞什麼 大家聽得比較有 我們先來看孩子 頭上的這個利卡 說到這個大塑古的這個書 現在大家常常聽到 但是它的歷史是當時開始 是在2009年開始 在美國有很多公司 他們就開始來研究這個叫 Big Data 那個時候在美國開始流行起來 這個Big Data的Big 就是大的意思 Data 台灣就是換作資料 但是這個Big Data 你如果說大塑料 有的人會覺得說 塑料的這個範圍比較看 譬如說 它不一定是塑膩 塑料 有可能是 商品也是塑料 所以說 現在大家自己的翻作是 大塑古 比較有這個塑膩的感覺就對了 你說大塑古 大家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 但是如果大家說 這個大塑古出現之前 有一個効果 叫做 統計學 大家就知道 統計學是一種的 塑料 庫學 大塑古也是一樣 如果有學界這個統計學的人 你就知道 統計學很重要的就是怎麼樣 它就是在怎麼樣 執領 如何收集一些資料 如何整理 整理完了 如何整理 再來分析 根據這些資料來做一些判斷 這就是統計學 統計學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 它的這個抽因的方法是怎麼樣 這很重要的 到底抽出來對不對 都會影響到整個結論就對了 這個統計學 從17世紀中期開始 就影響我們人類的社會 他們在很多核酷 上面都會影響到 但是這個統計學現在開始變成什麼 大塑古的時代 可能已經來了 我們來看有一個核酷 所以說 統計學跟大塑古到底是差在哪裡 我們就要來看 這個大塑古 它為什麼不早這個出來 就是因為現在這個科技非常進步 網路又這麼多發展 所以說很多資料就一直出來 一直出來 所以說我們就先來看這個大塑古 裡面所說的這個塑古有四個特性 剛好是四個V就對了 我們來看英文 第一個V是Variety 就是很雜貌 它的這個臺灣非常地多 第二個Volume 就是它的量很大 再來就是Velocity 就是它出現的時間很快就對了 再來就是Velocity 就是說 我們在說這個大塑古的時候 它的這個塑料一定要正確 我們一顆一顆來看 先看這個頭一個V Variety的意思是說很多圓 你這個臺灣非常多 譬如說我們的路卡的時候 你一路 可能就是一個塑古出來 還是說我們的手機 常常都譬如說 你的這個 你用一個面子 你吃一個讚 可能就是一個塑古又出來 這個種種的這個臺灣 這就是Variety 再來就是Volume 我們現在說真的這個塑料量 多油 又多很快就對了 這個大家都可以了解 可能說這個速度也很快 你一支 一個站似下去 馬上這個東西就出來 所以說很快 再來就是說我們在做這個大塑古的時候 要把這個塑料的以上質 要怎樣 要錄掉 再來看歐齊長的這個里卡 所以你說 哇 這個大塑古 聽起來這麼厲害 到底是要怎麼來把它收容呢 以前我們在做這個通界界的時候 收容這個塑料 可能我們用人的頭部 去分析 但是現在因為量太大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人工地匯 還是說機器來學習 來使用這些塑古 這就有一個名字 叫做 塑料探欠 這是最新的一個名字 再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呢 以前是這個牛本的分析 但是現在沒有了 整個來把分析 叫做 母帖的母席來做這個分析 說兩個了 讓大家了解 現在有用這個大塑古 做出什麼樣的事情 頭一個呢 可能大家才能理解 就是說 美國有一間這個文字的大條 叫做 窩脈 窩脈 因為有一次就是他們人客 台海去買的東西 所謂所謂的 來做一個通界 他們就發現說 他們人客裡面 尤其是這個男性 可能是做爸爸的人 做爸爸的人 去到他們窩脈裡面 買什麼 流竹子的時候 好像都會想說去買美爐 所以說這兩項東西 美爐跟流竹子 我們都知道在這個爆發公司裡面 放在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因為他們有這個通界 因為這個分析 結果這個Warmart 他就把流竹子跟美爐放到上面 擺在旁邊 結果高連 流竹子也沒得到很好 美爐也沒得到很好 這是一個雷 再來看第二的雷 就是說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這個Google 他們在這個兩千空九年的時候 有做一件事 就是說他們跟所有人客裡面 這個美國人 差不多五千萬條 最接去超出的雷 到那個時候 美國的民情 控制中心的資料 去做一個比對 之後之後 結果 竟然可以在這個兩千空九年 很成功來一七公 兩千空九年冬天的時候 流竹子到底是怎麼團佈的 這真的非常厲害 這兩件事出現之後 大家就發現說 哇這大素股 真正是未來的一個方向 但是在說到這裡 也有人在說 說其實這個大素股 我們現在人類跟他 到底的時間還沒有很長 有的人說 你是不是跟這個大素股的 這個人類在說一個太多 也有人說這個大素股 你只拿素股來 不像以前都要再分析一個說 這個素利跟這個素利有什麼因果關係 現在都沒有在說因果關係 所以說也有人說 如果沒有人家的Q庭 來瞭解因果關係的大素股 不一定的準 所以就是說這個大素股 到發展的時間 也不說很長 但是未來是不是 跟我們的生活有很多關係 我們可以繼續來觀察 我們來看剛才說的有什麼東西 一些理事我們可以 跟大家來討論一下 我們來看一個 老師我們先來說這個 就是這個名書 因為這個素股 股跟股 這個Q的關係 有兩種音 我們就用大素股 這個就是大素股 都可以就對了 大素股 老師以前我們台灣 這個大素股這個書 還沒流行起來之前 我們台灣是給做 基量資料 基量資料 你的Q是股 股量資料 但是我剛才有說 因為這個素股的環圍太大 所以說現在 大家都說是有很大素股 我們再來看會比較多 好 我們第二組這組 都是在說要牛什麼 幾種說法 可以說七龍 七龍 也可以說牛 牛 或是說用棒的 還是用刀的 老師這個牛 這就是一個文音一個白音就對了 這個切龍的龍和牛 其實這些都是 其實還有其他的音 我們現在沒有那麼多 我們現在只有這兩個而已 是 其實龍和牛 都是用在比較重的 如果有另外一個叫做龍的 那就是用在名書 你這個龍多多 這是名書 老師 我們就知道說 譬如說我們現在說 放尖 放尖 放尖看你幾度 這有地方差 所以有人放尖 有人倒尖 所以就是放到度 不一樣的地方 有的人只說度 有的人只說放 是這樣 所以說不說 特別說什麼東西用放的 什麼東西用度的 幹嘛 我們也是有一些習慣性的用法 可能我們過去都會說 這個要重量方面的 會用放的 對 那你如果說牛 有可能比較純粹方面 就是不再有一個習慣性的 一些用法的差別 有這種的感覺 我們來看 是中的這個李卡 老師 第一排就是 稍微有什麼意思 像說收集 收集資料 你也可以說 Q資料 對 對 如果氈和Q 稍微一樣 就是 可比說要 輕一些錢 來投資 輕一些錢 來海賊 輕什麼東西 輕錢 輕東西都可以用輕 所以 有的人是Q跟輕 差不多 一樣的用法 是 但是收集 聽起來就比較正式的感覺 你不會說 我來收集一些錢 這樣不會這麼說 收集 就是Q比較不一樣 Q跟輕比較一樣 對 會比較這個呢 會比較這個 也是有些 這個要講 像精力一樣 有沒有 你房間不精力 你房間不看一看 這兩個稍微比較一樣 但是看就覺得 比較台語氣 對嗎 你如果說精力 就發語氣 比較重 其實精力 也算是 發財共通 共通 第三個叫做 整粒 整粒 這是粒 合水也要注意一下 又是低音 又是合水 整粒 粒錢的粒 整粒 整粒 我們再來看 後一張 還有幾個 你還要跟大家來討論一下 我們說什麼 油笨 油笨 還是有人說 健笨 健笨這也算對 是技術流下來 對 對 所以這粒一定要填油 不能填油 對 這個油 如果說油笨 有可能會這樣填 我們一般都說油笨 油笨 粒油 粒油的油笨 再來看這是第二粒 五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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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這個粒 因為我們一般 可能會說 這個粒 不知道它 當日的時候會掉 當日是叫做粒 但是後方有粒的時候 它就要變掉變五粒 五粒 這是變掉 變掉 再來說這是 這是粒 所以說國粒 聽起來就是 比較學術的感覺 我把粒 我把粒一下 這個數字我拿下 其實粒也是五粒 粒也是五粒 八月 對 八月說法 是粒到五粒 再來看這張 這給說 萬粿笑頂 可以笑頂 你会变成不一样 你的香是锈钉 万锅锈钉 要万锅一定要由锈钉开始 这样去捞捞捞的意思 我们这个锤 这个锤的基础叫做锈钉 锈钉是什么 所以说锈这些也很差别 尤其是说不管你什么刷 是一个太长的东西 你这样把它收收收收 收回来那种动作 就是叫锈 锈 所以锈钉就好像很长的东西 它可能绕很长你把它收回来 锈钉 这里来介绍给大家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大锈钩 但是稍等说过之后 我们要来看跟大锈钩有关的 这个新闻法国的新闻 要如何翻作台国 欢迎回到台国公社 我们现在就来看今天的这个新闻 跟这个大锈钩有关的 来面的这个法国新闻 要如何翻作台国的喔 一边打程式码 一边研究线上购物数据 只要搜寻卫生纸 猜你喜欢的栏位 就会出现婆妈最爱的 湿纸巾收纳柜等等 精准抓住消费者的喜好 背后操盘手就是他资料科学家 我觉得一般公司跟我做的事情 比较不一样的是我可能每天要分一期 几亿笔的资料 然后可是呢 这些资料就是我是主要专注在 这些资料的趋势跟变化 30岁的他具备文组的统计 甚至行销能力 还有理阻的数学和城市设计 有效整合大数据资料 建置合适平台的城市 让消费者一买再买 资料科学家有多神 不只能把线上流量变成金流 还能运用AI模型预测出整年度会热卖的商品 业者也愿意寄出高薪抢财 工程师的团队中最高起薪就有8万元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2019年 求职市场最夯的职业 就是由资料科学家夺冠 像是Google Fastboot等国际企业 就寄出年薪高达200万元的待遇 在大数据浪潮下 这项新兴职业的身价也跟着水涨传高 好 来 阿虞老师 我们来看看 现在这最新的行业 我做什么 资料科学家 资料科学家 最新的行业 我们来看这个头一句 这新闻来宾是这样说的 只要搜寻卫生纸 猜你喜欢的栏味 就会出现婆妈最爱的 湿纸巾跟收纳柜 婆妈 老师 婆妈 其实婆妈 其实应该是算两款人 学做会一个树 是婆婆跟妈妈 都婆妈妈 对啊 对啊 所以这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照顾也要说两个树才对 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要把她 用一个开胃生的功法 不然就说阿桑好了 阿桑好了 阿桑是日本俗是吗 其实这个桑应该是对日本 这个黑丽莎 黑马桑来的 对啊 但是这个阿是我们台义的特色 对啊 所以应该是黑丽莎 黑马桑团来 一段时间之后 诶 招出这个说阿和桑 这个很差别的书 以前都平常说 黑马都平常说 直接说阿桑 但是黑丽莎也是桑 对 黑丽莎你就不会说他是阿桑 是 这个很差别 可能可以研究看 不知道怎么形成 是 老师我们看黑丽莎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叫阿婆 阿桑阿婆出现 近前是阿婆的世界 对 台义是阿婆 阿婆现在很多人都没说 都会看到年纪的人 十五人说阿嬷 都直接叫阿嬷 但是他没有一定是阿嬷 所以说我们把阿婆叫回了 好 再来看后边这个是 收放 例如说阿桑最爱的丹杂金 收放毒 这个收放毒 还是收放毒 应该是可以收纳过 应该是对应 是 你要收起来要再放好 不是说收起来 整堆放 不是收纳 不是收放 我们再来看 一顿的李卡 一顿的李卡 他的法律是这样说的 说精准的抓住消费者的喜好 老师 我们可以说 把消费者定义的最准准 是 老师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昊里的 定义 它是特定义的 这比较重 可能我们一般人 已经没30个人了 我们一看的时候 这定义不是定义 不是定义 老师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定义 我们来看这个倒并 倒并都有级 这个定义 来说不定义 老师 定义义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让人觉得很爱看 对啊 这个女性定义义 很准备的就对了 不定义 就不得意义义的意思 你说的我 不定义 大家都走起来 不得意义义 不定义 老师再来看这个上面 昊里的 我们说最尊尊 当然这算ABB打数 是 不过我们总是要说最尊 最尊尊 最尊就是说 对 可能一直看桌上 一直看没一个东西就对了 专心在看 是 老师 这台乌看的数很多 理很多 我们今天也有骨骨骨骨 这个正面 我们先来看头一个 第一个叫 银 银跟上是不是差不多 对 正正 因为这银 一定是有一个目标 一个标准 或是目标的东西 你一直看 你有专心 专心看那种东西 上到银 正正正 再来看核柄的旁边这个 这个叫银 银就差很多 银通常是很快看一看 很快跟溜一下 银一下 对 银一下 不说专心一直看 这让它说银一下 再来看核柄这个 这个是银 老师 银的重点 就跟它这两个不一样 银有头看的意思 我来银一下 所以说银其实它有最尊重的看什么 对 但是它会在前面看 这个新龙来 我要银一下 银 再来看核柄的旁边 这个核柄是说 建立AI模型 老师 建立AI模型 我们可以说用人工地肥打皮膜 首先我们说AI就是人工地肥 模型就是 用皮膜 皮膜 我们就说皮膜 老师皮膜 其实以前很多人在用皮膜 对不对 对 是 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对 第一颗叫做地皮 地皮 地皮 我们的Q应该是地皮 地皮就是在那儿童 在那儿童 所以说老师 皮的意思就是 要不会完整的 对 要不会很形式 还是要不会完整 就是有做皮 还是我们再看第二颗 这不一样的意思 不一样的意思 皮它会来 它刷不来 皮它会来 它刷不来 这个皮是皮什么意思 正领尊的意思 领尊怎么 本来暗生如何 结果就没有 所以是有这个暗生 那个意思 有在用它来 结果它没来 这可以 应配这个就对了 再来看这个第三颗 这还有另外一种意思 说皮色名 这才是皮色名 老师你估计的礼好吗 这这样 很多人没了解 皮色名是 就是可以说 尤其皮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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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工作 你真的会皮色名在做 对 这样说也行 再来看 厚市长的礼卡 这个刷顾是说 这个预测出 整年度会热卖的商品 好 我们说水料 整年烫天的大小的火 是 我们先看这大红尼的 水料 其实水和料 也可以分开用 甚至说 水算如何 料算如何 都同意思就对了 我们跟着火 水料 这样也算是说 水算高级 那种的意思 是 但是这个颗是 水就对了 这在这里用水 水 再来说这是大小 当然要说大小 也是可以 我们不要再说 痛小 你在小小的时候 很痛 痛小 我们说大小 台湾就是说 有小 没有小 大小 大小 好 再来看 厚市长的礼卡 这个刷顾是说 这个大数据的浪潮之下 我们可以说大数据的 大硬架来 硬 硬 老师这个硬这个 要硬的硬 现在还硬 大家也都会说 但是硬是 我们要什么 硬到底 这个动数到底有什么 比如说我们今天 硬是硬架的 你还可以什么硬 还是看这个硬好了 我们这个硬倒边 这个叫做除硬 除硬 有人说就是从浪 在硬上面 除硬 除硬 再来就是 这是第二名 三夹以前的第二名 叫三角硬 三角硬 因为有三条 这个硬 三角硬 老到顶 所以叫三角硬 再来看 这边这个礼 说那个动作说 架 我们可以说 架枯架 枯架 现在不能够打枯架 枯架不能够打 用枯架 枯架 再来枯螺丝 枯螺丝 还有一个东西 也可以用枯的 枯螺丝 螺丝也能够打枯的 再来看 一张的螺丝 他的法律是说 这项新兴职业的身价 也跟着水涨传高 我们说这项 当兴兴的生华 生华也对在水滴准浦 是 老师生华就是说 要靠这些 吃青就对了 再来看这个 针子 针 我们现在会有 纸类说巴针 巴针大家比较实在 还有熬针 这熬的时候会熬针 有可能是 在要熬进前 熬针就针了 在要熬进前 熬就先针 对 再来 刷下的下是 抵抹老 抵抹老 这就是 这个叫做 华语说泛滥 哦 好 抵抹老 南台语比较抵抹老 先针起来 这半起来 这老出来 抵抹老 抵抹老 这比较好记 这就是今天的 新闻的部分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在这里 非常感谢我们的阿辉老师 不用碎子 那阿辉再去面咯